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在同一家公司打拼 然而呢 正当在他们工作刚展露头角之时 他们却放弃了高薪的工作 集体辞职了 集体辞职 乔布斯 于敏红 马云 刘强东 让我们把现在呼风唤雨的大佬们打回原形 看看当他们的创业梦还是白日梦时 是否什么模样 其实再伟大的梦想 在起步时都吃过闭门羹 看 这就是乔布斯那曾经被惠谱 拒之门外的Apple 任何一个完美的理想也曾被吐过槽 现在叱咤中国的京东 曾经只是中关村里的一个小柜台 别人眼里一军突起的钻石小鸟 创始人徐肖花了整整一个月才卖出去第一颗钻石 还没蜗牛动作快呢 现在中国最大的新东方 第一批学生 少得可怜 都抵不上一个幼儿园 没错 现在看起来高大上的大企业家 一开始都有股浓浓的屌丝味 千万别让无价的梦想就这么胎死腹中 有什么牛逼的想法拿出来溜溜 谁知道现在的鬼点子 不会让你变成未来的天之骄子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创业大爆炸 让有才华 有胆识 有魄力的少年 怀揣价值47000澳币的创业扶植 赢在创业的起跑线上 获胜者还可获得在新南见面会上 一展风采的机会哦 活动详情请关注新浪微博 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